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野君寺 vintage tomica channel 那本期继续我们的tomica老车分享 那依旧要感谢俊儿提供的小车 那这是一款nissan bluebird taxi 就是这一款是一个日制的 这边因为那个时代就是这种红白河时代的日制车 它这边都会标注有日制的 那这一款的话是nissan的silvia 是一款散车 那这两个的话都是nissan的 所以我就拿在一起给大家看一下 在七八十年代 红白河有几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第一就是这个肉肉的后视镜 第二个就是可开启的 车门 以及 独立镂空可动的方向盘内饰 那当然悬挂避震都是标配 这款nissan的车 后面悬挂好像 有点塌到了 跟真车的nissan差不多 那我们在路上竟然会看到 nissan的那些天类车 后面悬挂 压得乱啪啪的样子 那这款109号的话是一个蓝鸟的taxi涂装 那出租车我们知道最近 TLV也是非常火热的一个主题 这个涂装 来想象一下 有点像什么的涂装 我第一反应就是 像巴西龟 一条绿的一条红的 我们来看一下底盘 1比60的比例 1511号 Made in Japan 前后车牌的话有 1964 这个1964 应该是个年份 但具体是什么的年份 我们就不知道了 那这边写着中央303 那这个出租车公司啊 应该是中央 像日本的话 还有无线出租车啊 什么什么之类 030的话应该是 它的编号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辆Sylvia 这辆Sylvia 其实还是 挺漂亮的 这个用的 还是四孔能 特别赞 我感觉这个四孔能要比 五孔能啊 好看一些 感觉四孔能符合这种 早期的小车 那这辆Sylvia的话 也是日本制的 比例是 1比59 编号的话 是 6号 这个车头 也有一串数字 是 3917 那刚刚这个1964 这个号码不知道是啥意思 那这两个四维数啊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当中啊 告诉我一下 这两个数字还挺有意思的 它肯定有什么意义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OK那这两款日志的 尼桑小车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边 我是野军 我们下次见 See you